已经使用十多年的建新里守望乡驻队巡逻车 这天获得是福补助 举办了交车典礼 民政局长亲自到场主持 希望为守护弟兄们添加巡逻时的新坚兵 守护大家的人身安全 一起为社区治安 尽一份心力来创造美好的一聚台中 里长亲自送上大大的车钥匙 恭喜守望乡驻队又有新力气 北区建新里守望乡驻队巡逻车 已经使用十多年 这次获得是福补助购置新巡逻车 14号这一天举行交车典礼 民政局长亲自到场主持 我们卢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这个治安 尤其守望乡驻队工作 所以我们补助款都是六都最多的 那这个部分像每年如果说 我们守望乡驻队的车子过于老旧的 他提出来更换我们都补助一半 像今天建新里就是这样 那我们会补助一半的经费 让他们来把旧的车钥匙掉 用新的车 让我们弟兄巡逻更安全 这样子 民政局表示台中市共有224队 里守望乡驻队 约有一万一千位巡守队员 市府延续福利从优原则 支援守望乡驻队员 保险巡逻工作必要支出几装备 并补助新购或态换巡逻汽机车 补助的经费也是六都最高 要以实际行动回馈离守望乡驻队 对于台中治安的贡献 因为我们里内的巷道蛮多的 有的地方光线照明稍微不够 但是我们有在巡逻的时候 那个巡逻车警速灯都一直开着灾亮 所以平衍的地方就看得到 所以有些不敲之徒 要在我们里内窃盗或是偷窃 这方面就减少非常的多 明镇觉说明市府今年度 B&D 395万元车辆补助费 预计可以补助守望乡驻队 新购15辆巡逻汽车 9辆巡逻机车 需要能增进守望队员们的 执勤安全与巡逻效率 共同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简阳综缓台中采访报道